新蒸頭都是大家要聚在一起吃飯 不過為什麼初一要吃齋? 新年流流不是應該吃好些大魚大肉嗎? 大年初一吃齋這個傳統很明顯是來自佛教 通過吃齋不殺生以示對佛祖的敬意 大年初一吃齋, 所得的功德會比平日大 佳恩在這麼喜慶的日子 當人人大魚大肉的時候, 仍然可以吃素 所忍受和付出都更加大 要一碗白粥, 麻煩 齋還齋, 千萬不要吃粥 米黃一碗 因為粥有窮的意思 年初一吃粥, 寓意未來一年都沒有運行 信不信就由你了 每逢過年, 家都會有角仔吃 到底角仔又和農曆年有什麼關係呢? 角仔又叫油角 廣東人有, 今年吃油角 來年路頭角的講法 而角仔之所以叫做角仔 不是因為有兩隻角, 而是有說 角即是餃 兩者都是用皮包著餡的食物 而在某些廣東方言, 兩個字的讀音很相似 而普通話的讀音更加是一樣 油角 所以油角即是油餃 新年除了角仔之外 當然不少得有瓜子 那其實瓜子有什麼寓意呢? 有不同的瓜子是怎樣做出來的? 瓜子真的不是人人都會剝的 有些人剝得斯文優雅 有些人就這麼粗 剝得這樣就別剝了 過年貌瓜子, 除了為了拜年的時候打發時間 其實都是因為一句 二頭浪 在全盒拿瓜子這個動作 叫做勾銀 於以來年賺多些 而瓜子者 瓜的種子也 那你又知不知不同的瓜子是來自什麼瓜? 白瓜子是南瓜的種子 紅黑瓜子 瓜就是來自西瓜 但是為什麼從來都沒有見過西瓜有這麼大粒種子? 其實紅黑瓜子來自西瓜的變種 打瓜 打瓜體型小小 紫就好多 大的紫會用醬油煮成黑瓜子 小的就會曬乾染色做紅瓜子 新蒸頭食瓜子 寓意家族繁顯多子多酸 新年買了這麼多賀年的糖果 當然要找一個漂亮的全盒放它們進去 但原來選全盒也有東西要注意 首先全盒的全字是應該這樣寫的 這個字有拼湊的意思 現代人寫的全字有十全十美的意思 二頭好落 OK啦 只不過原來傳統全盒是不會有十格的 而且格數一定是單數 原來在八卦之中 一畫代表羊 兩畫代表陰 亦都因為這樣 在術數之中 單數是屬於羊 雙數屬於陰 所以在中國傳統 單數才是吉利的數字 而當中以九為單數之中最大 而牛子盤的全盒 從前只有皇室宮廷才可以用 那你應該懂得怎樣選全盒了吧 嘩這個全盒四格 大鑊了 我趕快去買一個新的